绍兴科桥海州国际有一家上加瑜伽馆 少女士说自己就是在这里上瑜伽课的 五十节一对一的私教课花了一万二 六月三号晚上 课程主管和她约第二天的上课时间 说是米亚老师从胡堂赶过来 九点有些赶 她让我和您说一下九点半 少女士当时同意了 六月四号上午也准时来上了课 可能是强度比较大 然后教练在旁边 我跟她说教练我有点晕 然后教练没有作为 就没有扶我 也没有让我坐下 没有做任何措施 然后我就摔过去了 当时做了一个什么动作 当时的动作有点记不太清了 因为就直接摔过去了 醒来的时候 可能有应该是有空过去一下 然后醒来的时候 她拨打了120 然后我最生气的就是他们的态度 因为我打了120以后 她是让我一个人去的医院 少女士在六月四号上午 十点十分拍的照片显示 当时左眼检这里 裂开了一个口子 都是血 因为自拍的镜像效应 看着好像是右眼检的位置 少女士介绍 每节课四十分钟 九点半上到十点十分 自己是在快下课的时候 晕倒的 医院的诊断是左上检外伤 目前头上还缠着厚厚的纱布 因为在脸上 然后我是要求缝了美容针 医生说是缝了两百多针 怎么这么多针 是美容针因为比较细 不是那种普通的医用外科的 然后医生说大概算过来的话 折算过来的话 大概是七八针的样子 就普通的那外科医用针的话 少女士介绍 此前经过当地媒体的协商 瑜伽馆扣除了三次上课费用后 退还了一万一千二百八十块钱 此外还同意支付医疗费 可媒体记者刚离开 对方又不愿意承担医疗费了 这才请我们过去再次帮忙协商 记者陪少女士进了瑜伽馆 店长说自己正在上课 带着女学员迅速走进一间练习室 并关上了门 记者也不便进去打扰 少女士通过微信语音 联系上了米娅教练 对方不接 发微信过去说 1818黄金眼想采访 对方的答复是 我正在上课 瑜伽馆的员工不允许记者 进入少女士当时摔倒的房间 也拒绝说明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等一下 我是退陈主管 我们该退的学费已经退过了 你是主管是吗 对对对 请你不要拍我们 那个米娅老师爱不叫 她说那个米娅教练 当时在现场 等一下 你要不帮我联系一下米娅 我跟你说你不要拍我 你为什么要拍我 老公的脖子在那里 大家对我动手动脚 拍不要拍 明明是这位课程主管 一直对我们的设备动手 却打电话给自己丈夫 说有人对他动手动脚 现场的几位男教练 也一起对摄像机动起了手 少女士感到很气愤 她说 此前就是这位课程主管 出面接待自己的 当时我跟你好生好气协议的时候 我是说退还课时费 然后承担我的医药费 医药费才1800块钱 当时他们答应了吗 他们当时答应了 课程主管带着几名余家馆的教练 把少女士和记者团团围住 课程主管又向丈夫告状说 被人动手动脚 记者打算带着少女士离开 再把情况反映给市场监管部门 进了电梯后 课程主管也跟了进来 并拿出手机给少女士和记者挨个照相 那我的意思是我们还是来帮你们沟通协调的 最好还是给你处理掉 我们这个机器设备 拍吧 一起拍吧 你拍我我也拍你啊 你是好好说话好好说话 对啊 你为什么要拍我呢 那我们没动手啊 那我们没动手啊 是我把他推到了吗 你们这样子太过分了 是你主动来找我们 你说你是课程主管 那我是课程主管 你们好好说 你这样子搞得我都没法上班 我天津跟着你好了 在一楼大厅里 课程主管的丈夫也赶到了 对方倒是比较明示力 在了解完情况后 建议少女士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少女士想了想 课程费已经退掉了 医药费就自认倒霉算了 1818黄金眼镜之报道